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我NetChamp 頻道的時間 這集節目就是賠率先機 每次賽事 每一場賽事 我都會講兩種飛數給大家聽 第一種飛數叫受歡迎碼 或者有些人說的排隊碼 受歡迎碼或者排隊碼的名字 很虛無飄渺 但簡單來說 有一班人想著買一些碼 但我們在想著 未買到碼會的 這些叫受歡迎或者排隊碼 越多人想 就是越受歡迎 或者越多人排隊 第二種飛數叫古惑飛 主要是看看隔夜去到現在 下午3點46分 有些什麼大飛打到某些碼 尤其是飛大熱門 因為大熱門有些萬多兩萬元 其實非常保險 但如果你說飛大熱門 也有些大飛打下去的話 那就值得注意一下 上次賽事的排隊碼 都繼續是好成績 不過大家都比較留意古惑飛 古惑飛繼續是有些驚喜的表現 神虎龍區 win 60多元 還有美場時尚歡欣 一定美麗 順序二重彩 那駐大飛買了五千元 五十多倍二重彩 如果大家真的有用心去看這段片 和聽我的分享 絕對不會胡亂留言 因為上次有些胡亂留言 就說輸了一間廠 大家心裡有數 首先第一件 他很不幸 因為這位朋友很有可能 完全沒有看過這段片 就隨便留言說輸了一間廠 但是 他很不幸 你都應該找一天 是我不中的 即是他不明白我 是古惑飛不中 跟我沒有關係 是古惑飛不中 你才來留言 你又要留言 古惑飛又中 一個六倍一個五十多倍 那你說要買多少 古惑飛你才是 真是虧錢或者是輸賣廠 正如他所說 不過 最後都是說一句 古惑飛是給大家一個參考 是增加大家的信心 譬如你自己本身喜歡 時尚歡迎和一定美麗 那你見到古惑飛 可能你信心再高一點 譬如你自己喜歡 神虎龍驅 你見到古惑飛 你信心增加多一點 不是叫你 全部跟著 你合心的 而有古惑飛有出現 那信心可以大一點 這些就是古惑飛的用途 而不是 古惑飛 我又說了三四十多二十多次 你全部 不用腦 買下去 那也不算是最理想 最重要是合你心水 而有古惑飛啟事 那就為之 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還是大家 通常是怎樣買古惑飛的 如果有跟的話 是作為參考 還是每桌 古惑飛都買10元 還是 本身自己心水 也有古惑飛 所以你加大注碼 大家也可以留言分享一下 好 事不宜遲 第一個場次 受歡迎馬第一梯隊 1號狼線號絲 5號無限美麗 沒有第二梯隊 看看大飛 大飛就 要慢慢研究 因為這場比較少 大飛都多 好 OK 首先大熱Q就一定有 15QPQ都是重的 幾萬幾萬 四五萬四五萬 15QPQ是重的 雞兒 有兩條 可以分享一下 除了大熱之外 14PQ 1號狼線號絲 1號狼線號絲 成功用絲 第2場賽事 受歡迎馬 第1梯隊 5號英雄志哥 8號精銘用盡 受歡迎馬第2梯隊 6號健康心靈 看看大飛 先看看大飛 大飛 大飛 就 嗯 嘩 我這注我覺得有點特別 7號WinPay 有注 2萬元 2萬元WinPay 7號 新力 這注有點特別 好 第3場賽事 受歡迎馬 第1梯隊 8號團結一心 9號無敵精英 受歡迎馬第2梯隊 11號迷雨 看下什麼股額飛 10號Pays 10號Pays 有注 1萬元 80有條PQ 都是1萬元 無敵精英 團結一心 群盡之寶 80Pays 有1萬元 9號WinPay都有的 1萬元 3萬元 8號Win也有的 團結一心 買了3萬元Win 8號Win之後 8號射入6號 魅力一心 一心一心 10號WinPay 10號Pays 就寫在這裡 10號Pays 80Pays 8號Win之後 就有一個 一心一心 Marble 人們會不會這樣賣 團結一心 和魅力一心 買了1萬元 Marble 第四場賽事 第四場賽事 受歡迎馬 第1梯隊 10號W階作 受歡迎馬 第2梯隊 2號黃隱複星 3號架勢 騎巴 6號魅力一心 8號中懷勒 和9號武林自尊 看看股額飛 股額飛 90Pays 武林自尊得以佳作 90PayQ 武林自尊得以佳作 PayQ一萬 差不多了 好 第五場賽事 受歡迎馬 第1 沒有第1梯隊 只有第2梯隊 第2梯隊 9號招牙迎球 看看大飛 大飛 首先有條Q 1拖352 1拖352Q 天人俠1拖奇寶 深花放快鱼龍Q 每駐大約10000元 第5號VinPay 1Vin3Pay 1Vin3Pay 第6場賽事 受歡迎馬 第1梯隊 4號威武覺醒 11號獨角獸 受歡迎馬 第2梯隊 5號大學3 大飛 1Vin4 古阿飛 1Vin4 11拖47Q 11拖47Q 每駐1萬 獨角獸拖威武覺醒 倫文 1萬元Q 第七场赛事 受欢迎马第一梯队 五号你知我拼 和七号的美丽第一 受欢迎马第二梯队 一号巴萨六亚 二号好有心得 先看看大飞 没什么大飞 我都有这一招 这招都挺特别 正气清区win一马 第八场赛事 受欢迎马第一梯队 一号的爱心 接着就 和八号杰出汤子 受欢迎马第二梯队 六号电气骑士 看看大飞 大飞就 有条二重彩 二一 二顺序落一 15000元 一号披士 35000元 二重彩的是 顺序小霸王的爱心 买了15000元 和一号的爱心披士 35000元 今天时间差不多 多谢大家支持 如果大家喜欢这段影片 给个like 赞我和分享这段影片 给朋友看看 他的宣传的频道 如果大家对我意想分析 有什么意见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如果大家想再简单支持我 对一段YouTube影片 陪到先机的YouTube影片 和同一频道的 看一看 看完之后 给个like 留个言 留些精彩留言 我又回复更精彩的留言 YouTube就会知道 我一个非常欧洲的频道 他就会分派我的影片 给更多YouTube漫迷看 更多YouTube漫迷看 自然令到view数上升 除然令到我非常微博 广告收入再增加少少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最後 希望大家来到我YouTube频道 Netchern谈菜马主 做一些直播节目 即場足球投注分析 美场直擊加菜善理港 直播契马等等 海洋马直播等等 和你现在看的Netchern频道 请按Subscribe 或者订阅 免费订阅 和这个闹钟的全部 订阅我送的新片 你都有个通知 或者Notifications 让一时人知道 多谢你们支持 下集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